老师你好 市场鱼摊位 坦坦都会贩售裸蘑菇 但这菇利来自哪里 几乎没标示 食药署边境抽查 发现越南进口菇利 在重金属无机身 验出两批不合格 越南菇利进口一斤 比国产便宜20到30元 使得近年进口量暴增20倍 甚至达到进口菇利的主权 大举进攻市场 市场上卖一包180 200 150全都是市场 产地过来一斤就要200多块了 现在你不可能 你外面卖100多块 一月以来输入624批 1142公顿的越南菇利 其中两批无机身超标 依照检验标准 上线是1公斤0.5毫克 而超标的批次验出2.7 以及1.3毫克 等于超标5.4以及2.6倍 进口上的话 它就是一箱一箱 到我们的中产 或是甚至到产品餐业 它基本上呈现的 已经是一产品餐盘 消费者其实很难判别 如果已经棚主上桌 恐怕难以辨认产地 其他业内人士也透露 部分水产批发商 把低价越南菇利 和高价本土菇利混充 所以可能就连本土菇利 都不再单纯 而医师也提醒 无机身是动植物 从环境吸收而来的重金属 可能形成慢性中毒 而且还是人类致癌物 包括皮肤癌 膀胱癌 肺癌 肝癌都会 它也会伤我们的肝脏功能 无机身对人体影响大 而多数也可能累积在骨头 患者甚至会出现皮肤暗沉 手掌脚底与躯干 长出小型的油或疹 建议在选购时 多买信任的或价位高的 可能会有多一点保障 记者华一珠王一提 特别报道